暑假借助在闺蜜家的第一个晚上 我把他帅了一批的哥哥基安给看光了 原本希望可以蒙混过关 没想到的是 基安居然暗恋我 大学暑假 我因为家在外地又不想回去 所以我暂住在闺蜜家 搬进他家的第一天 我为了表示感谢 主动做了很多家务活 一天下来 我十分疲惫 晚上洗完澡后 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睡梦中 有个人进了我的房间 没开灯 但叮叮光光弄出一堆声响 我以为是闺蜜 也就没多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 那人爬上我正睡着的床 躺在了我的左侧 我将身子翻过来 手很自然地搭在他腰上 真奇怪 我闺蜜他腰有这么结实的 想到这儿 我的手不老实的又摸了两把 腹肌 卧槽 我闺蜜都有腹肌了 我闭着眼 朦胧中听见面前 这人轻哼了下 终于意识到不对 这这这 分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猛地睁开眼 大带对方也感觉到不对劲 同时看了过来 场面一度十分惊悚 四目相对 大眼瞪小眼 我俩躺在一张床上 干瞪眼瞪了一会儿 我反应过来 这不是我闺蜜的哥哥基安吗 还记得以前我来闺蜜家晚 是不是会看到他 长了一张祸害小姑娘的脸 眼尾上调的狐狸眼 挺直的鼻梁 足足比我高一个头的身高 嘖嘖嘖 帅得惨着人缓 我修得弹起来 基安也飞快地坐起来 我跑到门口开了灯 基安好像想拦住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 然后我就发现 手忙脚乱地开始往身上套衣服 俊美的脸 奶白色的皮肤 八块腹肌 视线再往下一就是 我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母胎solo 哪里见过这种 令人吞鼻血的香烟场面 这不得多看看 基安见我一动不动 盯着他看 脸上冒出一丝诡异的红润 随后扔了一件衣服过来 罩住了我的头 我瞬间懂了 身为纯情美少女 此刻应该放声尖叫 于是我准备开轿 在我刚张开嘴发出一个孕母时 房门后忽然打开了 是我闺蜜 她似乎在找我 我猛地进了声 那声 好死不死地卡在喉咙里 她上上下下 打量了我和她哥一会儿 露出了然的表情 然后在我又想开口的时候 捂住我的嘴 拽着 我迅速逃离了现场 快的 我都想推荐她去 参加奥运会一百里跑 还好我穿衣服快 不然连我妹都要把我看光了 我坐在闺蜜床上 不光呆滞 闺蜜坐在我身前 买两坏笑 我沉浸在刚刚的场景中 久久无法回神 等我终于反应过来 第一时间就是趣之论闺蜜 因为是她告诉我客房的位置的 我阴森森地逆着闺蜜 既于 这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这是你家客房没人睡吗 既于一脸无辜 我是真不知道 你自己走错的房间 你自己说的呀 客房在二楼左手边最里面 她领着我走出房间 指着她哥房间的左边那个门上 有个用记号笔写了个歪歪扭扭的 WC的房间 你自己过去看看 我大惊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不是厕所吗 我走过去推开门 还真是一间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屋子 我当场戴上痛苦面具 我转过头十分不解 那为什么门上会有一个WC啊 看得出来 既于此刻 憋笑憋得非常辛苦 扑 那是我小时候被我哥骗了 然后写上去的 哈哈 捏的 感觉连已经丢到姥姥家了 话说 你们发生了点什么没有啊 我哥可是有过睡的习惯的 就回到他房间 既于贼兮兮地问我 发生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想到刚刚的场面 知道他在想什么 伸出爪子 飞快地捂住了他的嘴 想想觉得也不用瞒他 老实回答 你别想多了 我只摸了下他腹肌而已 卧槽 我哥还有腹肌呢 我点点头 顿时羞地用被子捂住了脸 继续见状 笑得跌倒在床 我的嘴角已经和太阳肩并肩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顶着两个大黑眼圈下楼 在互相问好之后 季叔叔和季阿姨 看见我一脸憔悴 忙问怎么了 我难道能说是因为 看了你们家儿子 而辗转难免吗 很明显 不能 于是我笑笑 没事 我只是有点认床 我在餐桌旁坐下 低着头一言不发 别问 问就是季安正坐在我对面 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你为什么还在 你不是有工作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 我被盯了头皮发麻 极度缓慢抬起头来 老老实实叫了声 季安哥哥好 季安眯了眯眼 打个哈欠 慢悠悠回一句 李姨妹妹好啊 完了 我绝对要玩了 季安的明显就是要吃人的眼神 乌乌九敏 季瑜 这要多亏了我小时候在门上 写的那个WC 我感谢你个大头鬼 吃完早饭 并向叔叔阿姨表达谢意后 我火速溜回房间 埋在被子里演鸵鸟 之后的几天 除了吃饭 凡是季安出现的地方 绝对看不见我林荫半点踪迹 偶然间碰到我也会迅速低头飘过 鬼知道为什么季安一个上班人士 这会儿这么清闲 但是俗话说的好 二人多作怪 在我躲季安的第三天晚上 季瑜非得拉着我打游戏 又嫌我是菜鸡 所以就要请无所事事 还是个王者的季安哥哥出马 我我极其不情愿的被季瑜 拉进季安的房间 手足无措的坐在他床上 无意抬头和季安对视一眼 冷汗刷的救下来了 怎么办 如何脱身在线等挺急的 完了几句之后 季瑜忽然叫着要去厕所 于是让我们先双排 当时我刚好玩出点感觉 忘记了即将面临的是和季安两人独处 只一脸兴奋的邀请了他 忽然面前光线按下来 抬头发现 季安正离我超近的瞅着我 嘖嘖嘖 不得不承认 季安这皮肤是真不错呀 都快脸贴脸了 还看不出一点毛孔 我如是想着 爱上手的老毛病好死不死的就犯了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手已经捏上他的脸了 空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 哈哈 我的手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神啊 宰了我吧 我宁愿被杀死 也不要被自己唇死 我迅速撤回手 想趁季安还在开小差时开溜 谁知刚下床又被他一只手捞了回来 我欲哭无泪 小声求饶 哥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哪错了 音音妹妹 我不应该捏你的脸 我强行忽略腰上那只手 只有这个 还有 我睁了大眼睛 疑惑地看着他 季安帅气 别人的脸上神色淡淡 笑脸相迎 感觉面前 帅脸出现了一道跌缝 季安皮笑肉不笑地挑了 挑左边的眉 那我身材好吗 好好好 特别好 去参加健美先生都可以 我感觉自己都开始说胡话了 秦安终于松开我的腰 他将两手撑在我左右两边 近身在我耳边耳语 记住 以后别躲了 我不吃人 他的声音又酥又软 还有点典雅 我身子差点就软下来了 没办法母胎solo就是这么没出息 他想了想 又补充道 还有 别用敬语跟我讲话 我表面波澜不惊 点头如捣酸 内心其实已经波涛汹涌 心潮澎湃 秦安是不是在撩我 是不是 天大爱他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虽然我长得美若天仙 倾国倾城 沉一落雁 碧月修花 又博学多才 才华横溢 满腹精伦 出口成脏 阿呸出口成章 因此看上我很正常 但是他可是我闺蜜的哥哥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我正想着 对面的秦安呼而浅浅地笑了 怎 怎么了 没事 你脸红了 秦安的眼睛眯着 充满玩味地打量着我 这也太没出息了 不就靠得近了点吗 我至于吗 事实证明 至于 因为秦安太帅了 该死的 一直被他这么个大帅哥 近距离盯着 我深深地感觉自己 脸热得可以开始冒烟了 还好秦安上完洗手间回来了 我连忙推开秦安 端端正正做好 秦安胡一的眼神 我甚至打扰到你们了 之后又完了几局 见时间见晚 于是我先去洗澡了 又是他摸得辗转难免 反倒是秦安 流着口水睡得很开心 我睁个眼睛生不如死 一直到后半夜 才渐渐泛起睡意 第二天 林荫起床了 都快吃午饭了 纪鱼非常给力的不甘人事 我躺在床上欲哭无泪 等到我懒洋洋的爬起来 洗漱完至少20分钟之后了 我拿起手机看时间 早上7点1分 纪鱼 我跟你没完 纪鱼正在微信上 跟他男朋友互道早安聊得火热 被我一嗓子吓了一跳 哇靠你好什么 我张牙舞找得向他靠近 你看他几点 你个骗子 才7点你就说要吃午饭了 你知道我昨晚几点睡的吗 他黑黑的笑 这不是今天有事吗 什么事 我游浪而生一股不好的预感 当然是去逛街啊 这不看你最近压力太大 请你出去放松放松吗 可我还是有点怀疑 你有这么好心 当然 我放下心来 呼 不搞事的纪鱼还是很不错的 才怪啊 我看着站在我左边 跟我们一起等地铁的 既然一脸默然 我就是犯贱 才会这么轻易就信了纪鱼的鬼话 我的头僵硬的转向右边的纪鱼 这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就你哥怎么一起呀 他不上班吗 我压着声音对纪鱼几眉弄眼 哦你问我哥为什么要一起呀 纪鱼声音大的可以超过地铁 七夕 你自己问他呀 我转过头 同手同脚地上的地铁 不愧是暑假期间 恰好我们又赶上 上班高峰期 地铁里人满为患 我们仨站了两站后 人终于开始逐渐少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 勉强可供两人坐的座 纪鱼一个人就快站满了 既然在一排座位中 谨慎的弄点点坐下 然后和纪鱼同时抬头看着我 目光里都是 你怎么办 我强忍下 对疯狂想对纪鱼咆哮的咽头 张开了我的百灵鸟小嘴 没事没事 我站站就好了 还有九站才到我们的目的地 谁他们的还想站啊 我实在没办法面对着 纪鱼那张欠揍的脸 还有基安的帅脸 于是我握着扶手背对着他俩 又一站倒了 人忽然又多了起来 我被挤到了基安身前 但是倔强的 我依旧是背对着他的 旁边一个人猛的一挤 我因为没扶手而失去平衡 忽然一只大手 从我身后缓住了我的腰 轻轻往后几带 我就坐在了一个人的腿上 嗯对 你没猜错 就是基安的腿 谢谢哈 我挣扎着想再站起来 基安另一只手也缓住了我的腰 坐好 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基安的声音 还是跟昨晚一样 昨晚我不禁又老脸一红 后来我又挣扎了几次 基安一双手压在我腰上 硬是不让我起身 最后我只能乖乖就范 任由他搂着 旁边基鱼的眼神 快要把我点燃了 等等 他好像在偷偷摸摸拍照 我扭着想去抢基鱼手机 基安忽然又把我往后拉了拉 现在好了 我一整个人都窝在他怀里 别乱动 乖 我疯狂点头 我从来没觉得坐地铁这么煎熬 这一天 我们一起去了商场 给我买了几条 超好看的仙气 飘飘的裙子 又去了电玩城 给我加了一堆超可爱的娃娃 还去看了电影 没错你又猜对了 裙子和电影票 都是基安出的钱 娃娃也都是他给我加的 包括他手里拎着的 那几袋子的小饰品 都只是我随意夸 好看 可爱 就包下来的 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及时感 对没错你又又猜对了 我偏偏就吃这套 下午看电影的时候 都怪这电影共情效果太好 我一下入迷了 以至于基鱼溜走了 都丝毫没察觉 等电影结束 我揉着哭肿的眼睛一脸不可思议 基鱼呢 基安一脸无所谓 他说有事先走了 真是有事先走啊 那你也不用把那十几大袋子 东西拿走吧 我默默叹了口气 真是的 再傻都看得出来 他是在撮合我和他哥 不可否认的是 他哥也就是基安约莫对我 大概可能 也许是有那么点意思 我不敢笃定 但是我敢笃定的是 要是基安跟我表白了 我绝对会答应 毕竟谁不喜欢帅哥呢 和基安相对无言的 吃过晚饭后 我们就直接乘地铁回家了 从地铁站出来 一直到家门口 基安都一言不发 这人话可真少啊 我暗戳戳的想 当时已经走到家门口 基安正在掏钥匙 准备开门 他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钥匙孔后 忽然停了动作 基安偏过头来看着我 我已经开始颤抖了 你就这么怕我 他似乎想伸手摸摸我的头 但是我下意识躲开了 哪有哪有 只是您 基安哥哥你的动作太突然了 我一边打着哈哈 一边挪到钥匙处 伸出手拧住 钥匙想要打开门 基安站在我身后没说话 就当我即将打开门时 他伸手轻轻握住了 我正在拧钥匙的手 这这这是在干什么 随后他就低头就埋在我颈窝 用只有我们两人听了轻的声音 滴滴的说 林音你别怕我 你要是怕我 还怎么和我在一起啊 这个就给我直接整猛了 我颤颤巍巍的追问 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你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我这脑子是开光了吧 下午刚想着他要是给我表白 晚上就给我表白了 不过现在这情况 咋整 你说我软的嗓音开口 哥哥 基安的声音已经点发芽了 别叫我哥哥 我不是你哥哥 沉默世纪你懂吧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终于想起 他叫我不要叫他哥哥这件事 好 基安猛然抬起头来 手臂跟着收紧 好什么 不是你叫我不要叫你哥哥吗 没了 他好像有点失望 还有什么 我喜欢你啊 你对我的告白都不给点回应了吗 我愣了愣 对哦 可我应该说什么呢 直接答应会不会显得很轻浮啊 下午的豪情撞至哪里去了 你说我think a thing 你不要看这只是简单的几个字母 但他们涵盖了 我当时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所有想法 事实上就在那一瞬 我连我们未来孩子的名字不想好 但是我能直接说吗 很显然 不能 因为我很矜持的 真的 所以我转过头认真地说 我知道了 虽然你确实很帅 但是我希望 我们可以再好好相处一段时间 慢慢来 好不好 基安 基安置了一下 吐的笑出声 他从背后抱住我 好 反正时间有的是 慢慢来 卧槽这老狐狸怎么这么会啊 话音刚落 他就推开了门换了鞋 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 我喵喵喵 告白完就跑 我又站在门头反应了一会儿 财后之后觉得想起来 基安的耳朵刚刚红了吧 原来是害羞了呀 扑 竟然有点可爱 洗完澡后 我回到房间 从抽屉里拿出吹风机 开始吹头发 抛开这几天 和基安甜思思的相处 对于他的告白来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审视一下 我对他的想法呢 喜欢吗 当然喜欢 帅哥谁不爱呢 可他毕竟才大学毕业 也不知道工作生时稳定下来了 而我暑假结束才大二 万一要是异地的话 我们又可以坚持多久呢 我又会不会拖累他呢 更何况 我真正跟他熟络起来 还就这几天 我们互不了解 之间几乎是空白隔 这就是我没同意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谈过 但是我至少看别人谈过呀 对 就是那个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的道理 所以我心里很明白 两个人要能长久的在一起 互相知根知底是必不可少的 呼 因为爱都要这么麻烦的吗 脑子里一团乱麻 我揉了揉自己的头 啊 烦死了 话说 竟然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虽说以前经常来记忆家玩 但是也没见过他几次啊 我是不会说 可毕竟我这么普通 这样的话的 劳子可是鹤立鸡群的仙女 哈哈 要不问问鲫鱼 反正他撮合的这么起劲 说不定知道点什么 我两眼放光的看向鲫鱼 他坐在床上 正美滋滋的跟他小男友发语音 你一句问我一句 有来有回 嘴角都挂着甜蜜的笑 鲫鱼 一个不要face的东西 语音发到一半被我打断 鲫鱼面无表情抬起头来 你干嘛 没看见我正和我的宝贝聊天了吗 说姐妹重要还是男朋友重要 呜呜 你不说我就去你哥房间睡 要是出事了 我就说是你叫我正做的 鲫鱼拜下阵来 好吧好吧 你最重要了 一阴宝贝 一一阵嬉闹过后 我正色道 哎我跟你讲的是 信任你才跟你说 你听了要冷静啊 这么的神秘 就是你哥今天跟我告白了 我去 鲫鱼超大声霸几句 我赶忙捂住他嘴 哎呀 都说了要冷静要冷静 鲫鱼深呼吸了几下 哎你给我细细讲讲 什么时候在哪里 他具体说什么 快快 听我详细讲完的鲫鱼一脸 磕到了的表情 他够给力的呀 不枉我费这么大力搓和你俩 我赏了鲫鱼一个大白眼 你还好意思说 那你呢 你为啥不答应我哥 我哥那么帅 身材也好 你这眼狗没理由不舔呀 我满脸 尽管很想揍你 但是你说的都是对的表情 我虽然是眼狗 但是我是一个有原则的眼狗 我都不知道你哥他为啥喜欢我 也不清楚自己对他的感情 怎么会随随便便 就答应和他在一起呢 哎呦 不错嘛 蛮有定力的 七 你点个鬼的头了 调侃完 鲫鱼很难得的沉默了一会儿 他很认真的跟我说 鲫� 我明白你在顾虑什么 但是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你相信我 我哥他人真的很好的 也有稳定的工作 是值得托付的 我呼得安静下来 至于我哥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吗 我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你快说说 之前有一回你不是来我家玩 就是你第一次碰见我哥那次 我陷入了回忆 去年夏天 我来寄一家 看他家吸养的猫 恰巧就遇见了正在冻猫的肩安 落地窗开着 阳光大喇喇的撒在面前 这个正坐在沙发上撸猫的男生 我当时没见过他 猛然愣住了 这个真帅啊 凉久 他溺了我一眼 玩味的笑挂在他脸上 用一种探究的目光打亮我 同学 你口水要流到我家 地板上了 叶叶 我慌忙低下头捂住嘴 哪有口水 不过被人发现花痴也太尴尬了吧 我又抬起头 发觉那男生还在盯着我 顿觉脸颊燥热 我伸手扇风 今天太阳真大呀 有点热有点热 他终于低下头 继续撸他的小奶猫 后来吃饭的时候 鲫鱼才互相介绍我们 我边低头扒饭 边钻住鱼 听着他的名字 鲫 安玛 真好听 喂 喂 音音 你有没有在听啊 鲫鱼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抱歉 我走神了 你再说一遍吧 哼 我有脾气了 不想说了 鲫鱼将头偏到一边 好 阿鱼 再说一次嘛 哼 明天请你喝奶茶 成交 你敢不敢再没立场一点 你还要不要听 听着听着 鱼大人请讲 我立马开始给鲫鱼捏腿 那你可别再走神了 后来你回去了后 我哥突然找到我 问我你的个人信息 哈 为什么 我觉得莫名其妙 对呀 我当时也特别奇怪 然后我就问他 怎么突然对你有兴趣了吗 他说 他说什么 我停下了捏腿的手 嗨嗨 他说 因为你身材好 这么低想 我那次好像穿着一条 吊带超短裙 所以鲫鱼对我感兴趣 是因为缠我身子 好你的鲫鱼 我算是看透你了 鲫鱼看见我突然愤怨不已 感到疑惑 怎么的茵茵 没事 我只是觉得 男人都是见色奇异的 巨东西 一连过去了好几天 我和鲫鱼都没什么交集 但是耐不住 鲫鱼会生事 硬是在家里 给我和他 创造出来了不少二人空间 鲫鱼 哥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只成绩地请我喝奶茶 渐渐地 我和鲫鱼之间的距离 好像被拉近了一些 我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 很不要脸的人 但我似乎始终对他喜欢不上来 只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 我也没想到 身为眼狗的我 还能有这么有自制力的一天 日子就这样慢悠悠地过去了 有天晚上 鲫鱼忽然神神秘秘地 把我带到他家阳台 我正纳闷呢 抬眼后我深吸一口气 愣住了 是季安 他拿着两只点燃的仙女棒 夜幕下的他柔和干净 手中的仙女棒光彩毒目 我平住呼吸 一步步向他靠近 季安将手中的一只地给我 笑着看着我 现在规定禁止燃放烟花 不知道这几只仙女棒 他找了多久 怎么样 感不感动 是不是爱死我了 果然不能对这狗抱太大期望 我无语地看着他 那张得意洋洋的俊脸 我一点都不感动 季安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我拿着那只耀眼的仙女棒 来到阳台边上 看着窗外的夜景 外面霓虹闪烁 车水马龙 身边的人笑声无清泉 温和而美好 这么美好的瞬间 我突然记起记之前跟我说的 他一开始是对我的身材感兴趣的事 整个人都不好了 笑够了 季安来到我身边 他看着繁华的夜景 声音越暗 夏天就快要过去了 我点点头 可还是很热啊 那这么热 能不能把我们变成热烈啊 他偏头看向我 意外发现我也在看着他 四目相对 季安眼中隐隐有光在闪烁 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 正在疯狂地跳动 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很久 我始终没开口 大约是感到我的窘迫 季安很理解地勾了勾嘴角 摸了摸我的头 没事 不喜欢我也没关系 他的语气很低落 我忍俊不禁 将他在我头上作乱的手拿下来 然后轻轻握住 食指向扣 闻到季安愣住了 我笑隐隐 牵起他的手 公身轻轻地亲了一下他的指尖 你再等等 我还要想一想 因为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你这狗男人喜欢我 跟我表白是因为缠我身子 靠 季安眼神没动 你要是等不起也没关系 我自嘲地笑笑 我不会 我等得起 他挑了挑眉 又补充了一句 林音同学 专心点 你已经被我缠上了 笑意在他嘴边荡开 内心像是被放了一个烟花 盛大绚烂 我张了张口还想说点什么 季安却抢先一步 开口坏坏地笑 你跑不掉的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手心的汗将我的手心也打湿了 这么紧张的吗 我没忍住笑 让我试试 季安了一眼 低头笑了下 别想 他退后一步 身体半数没入阴影之中 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忽然有一股力量将我往前一扯 我直接落入了季安的怀中 还没反应过来 一道炙热的呼吸先落了下来 第一反应是他身上真好闻啊 先亲一口 留个印记 免得你朝三不四 在黑暗中 默默用手机录下一切的觊觎 嘿嘿 磕到了 磕到了 转眼间就到了上学的日子 我在本地C大读大二 季安则因为工作 一直在各地来回飞 尽管还没在一起 但我每天除了上课 大多数时间都在和他聊天 也就是通过这段时间 我深刻的意识到 季安的战友欲有多强 而且超爱吃醋 不准我跟别的男孩子过度接触 不准我晚上太晚回宿舍 不准我再跟他聊天十分神 一言不合就吃醋 山西老成醋吧 你是 但是有时候在他跟我撒娇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呢 感觉像一只老狐狸 分化成了一只奶汪 但是我真的很久没见他了 反正在开学到现在 两个多月 我是没见他回来过一次 所以我其实 是不是可以猖狂一点 日子就这样 慢慢悠悠的过去了 衣服袖子的长度 和厚度也在慢慢增加 我和季安之间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好像是吧 季安 我趴在教室桌子上 翻看着手机里 有绿变黄的 见变色银杏术照片 念着欣赏人的名字 勾起了嘴角 下课后 找我吗 这男生点点头 一道磕磕巴巴的声音响了 起来 学姐 我叫蒋景深 是大义新生 见你第一眼就喜欢上你了 请问你可以 可以和我在一起吗 蒋景深对着 我深深鞠了一躬 双手还递给我了什么东西 什么情况 老白 我去 这些新生这么生猛的吗 我犹犹豫豫伸出了手 又缩了回去 没敢接 第一怕那是情书 第二怕那是定情信物 第三怕忍在天边的寄安 他的声音挺大的 把周围的同学都引了过来 除了气气思语 也有不少起哄让我答应的 别问 问就是蒋景深作为新生学弟 长得真的很出挑 特别奶 一看就是纯牛奶的那款 这小奶狗 见我半天没给反应 抬起头来 眼巴巴的看着我 嘖嘖嘖 这表情 我见有脸 不行了我渴呀 不是我是说我好渴呀 咧的 这鬼天气怎么这么容易渴呀 我仔细琢磨了下 蒋景深和健座了 比较 嗯 果然还是成熟的 老狐狸更深的我心 所以说 答应是不可能的 毕竟家里已经有一只了 答咪 答咪 我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我只能放任奶狗 从我嘴边溜走了 呜呜 由一再三 我还是伸手 接了他递过来的东西 再怎么样 也是人家的一番心意 总不能做得太绝吧 蒋景深见状 喜笑言开 冷不顶我下提句 对不起啊 我已经有非常喜欢的人了 你是很好的人 会遇见比我更好更好的 喜欢的人的 突然安静了 周边的同学也不起哄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 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渐渐转化成了泪水 那人 是学姐非常非常喜欢的人吗 我重重地点点头 嘴角不知何时 已经挂上了笑 是非他不可的人 人群中的鲫鱼 哦呦呦 这说的是我老哥吗 后来回到宿舍 脑海中总是能想到那个名字 心里闷闷地有些难受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也会对一个人 这么念念不忘了呢 哎是 喂老季 你这是急着要去哪 江慈纳闷地问 既然抿了抿唇 没开口 只加快了 手上收拾的速度 放在桌上的手机 又亮了起来 是鲫鱼的微信 老哥 你再不回来 你女人就要被抢走了 附了一张照片 是一个男孩 满脸通红 再向另一个女孩 说的什么 是告白吧 一定是告白吧 既然越想越急 她忍不住 拿起手机 又看了看照片 那女孩 一只手捂着嘴 震惊之余 好像还带点 还带点喜悦 喜悦 既然只见泛白 没有来的一阵心慌 她没答应和我在一起 也就是说 她有权利选择其他人 可是她答应了的 说好的 不会和别人在一起的 既然脑子里 全是胡思乱想 简称 我喜欢的女孩 离开我的一百种方式 她想问清楚 可她不敢 既然找到她妹的微信 她答应了吗 鲫鱼鸟回 反正东西是收了 心重重的抽了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摇摇欲坠 既然顿了顿 马上回复 我马上回来 鲫鱼 OK 然后甩了个地址过去 不是学校的地址 上大学后 我和鲫鱼嫌麻烦 在外面租了一套房子住 别看是租的 每个月的生活费 租金和水电费 都是我们兼职 自己赚的血汗钱 既然顾此时比 匆忙地登上了 飞往C式的飞机 她看了眼时间 中午12点35分 你等等我 鲫鱼 鲫鱼 我简直是小天使 想着 她看了看 正在床上躺尸的我 哎呀 你怎么还在睡 赶紧起来 我赶忙坐起来 怎么了 我记得我下午没课啊 我不管 你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去洗头护肤化妆 干嘛 我又不去晴朗 说起个晴朗 我没忍住低头 傻笑了 起来 鲫鱼 我直接地铁老爷 看手机 我不管你快去 我今天约了人 我俩一起去 谁呀 哎别问了 你不认识 是一个很厉害的商业人士 我顿时两眼放光 我可太需要专业人士 直到我未来方向了 是吗是吗 我这就去 洗头前我 又忍不住 抱着鲫鱼啃了远口 宝贝你怎么这么好啊 纪鱼不动声色地咧了咧嘴 见到之后你会更感谢我的 下午五点 我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节节 滋滋润润地坐在楼下的咖啡厅 和纪鱼一起 静等那位神秘人士的到来 忽然 纪鱼的手机响了几声 他连忙查看 是那位老师吗 我也想看 可纪鱼躲开了 茵茵 你不爱我了 他瞟了一眼消息 扯了扯嘴角 眼底划过四分脚侠 五分得意 还有一份窃喜 然后就对我说 哎呀我男朋友约我了 我要先走了 你在这儿继续等会儿吧 好不 他施施然起身 拿起包包准备走 我点点头 目送他离开视线范围 继续满怀期待地等待 几日来到我家楼下 一眼就看见了他老哥基安 有点憔悴 但还是帅的 继续拍拍他肩膀 在前面的咖啡厅里 我特意叫他仔细打扮了一番 改天请我吃饭 基安点点头 重新整理了一下衣服 有些焦急地朝我在的 那家咖啡厅走去 基安走进咖啡厅 对迎接他的服务员 摆了摆手 示意不用 在人群之中瞬间找到了我 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在我对面的位置坐下 此刻我正打游戏打得正开心 一抬头看见来人 从头到脚 好似都沸腾了起来 是基安 我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出息 看见他的瞬间 眼眶就红了起来 他先开了口 语气十分凝重 你答应他了吗 我啥东西 基安翻出的照片给我看 我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 这就是一场骗局 可恶的基鱼 还骗我是什么高端商业人士 既然见我半天没说话 心里咯噔一下 脸上表情暗沉沉的 他绝对是误会了 也不知道基鱼那狗玩意儿 怎么跟他说的 居然让他直接从卫士赶了过来 我没注意回答他 而是问 你怎么直接过来了 工作怎么办 既然没答话 一双勾人的眼死死盯着我 梁九 他像是憋着一股气 刷他的站起来冲出了咖啡厅 但我立刻就追了出去 可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这人是属地铁的 妈跑那么快 我立即打电话给他 没接 又打 还是不接 一连打十几个 彭彭没接 给他发了几十条 微信也没回 完了完了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的生气 但我就是觉得自己过分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急得要哭了 此时基鱼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肯定还没回事 快找 我没顾得上骂他 马上开始照着基鱼指示 和他分头开始寻找基安 这种剧情为什么是我来找他 不应该是我为情所困 伤心欲绝他来找我吗 终于在晚上十点多 在我摸的地不知道 多少家酒吧里找到了他 准确来说 神烂醉如泥的基安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 颓丧的基安 我在他口袋里摸出了车钥匙 和服务生们合力将他抬上车 我坐上驾驶位 发动了车辆 其实我心里没底 因为自己才刚刚拿到驾照 不过 必吃啊 这是辆好车 你今天能不能 完好无损的回到你爸手里 就看你的造化了 一路上 我近乎是用归宿开的车 基安似乎很难受 但始终没土 只一直念叨着几个字 翻来覆去 我停车后 努力辨认他的口型 林一英 林英 我的名字 我坐到后座 费了好大劲 才将基安扶着坐好 我关上车门 坐在他旁边 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在找他的这几个小时里 我想明白了他生气的原因 居然是怕我离开 怕我走 怕我不兑现诺言 我低头苦笑 傻子 怎么会呢 基安 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个煽情的人 有些话 也就是趁着你现在 醉成这样我才敢说 我轻轻抚摸着基安的头发 暑假到现在 三个月了 别人说 新鲜期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了 你还没厌烦我 还为了这点小事 飞回来见我 我低头亲了他闭着的眼睛 我跟那个男孩子什么也没有 你别听济云 瞎说 我当场就拒绝了他 还告诉他 我有非他不可的人了 这个人是你 基安 我暗暗叹了口气 继续说 基安 如果你现在清醒的就好了 我多想去现在跟你说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我低头看看基安 那双勾人的眼闭着 脸颊涂红 这长得也太诱人了 醉得不显人世了 还这么好看 我脸也微微红了 便别开了脸 忽然一只大掌掰过我的头 我不由的惊呼出声 吓我惊讶了一秒 这老狐狸他没醉 但是我没推开 反而伸手揽住了他 感觉到面前的人力显置了痣 逐渐加深了这个 带着些许酒气的吻 酒精充斥着他的头脑 我甚至感觉自己也醉了 我拉开车门 不用想我的脸 现在一定是从脸到脖子 再红到耳根 这种时候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基安拉住我 飘飘没 声音低哑 你刚刚说什么 一想到刚刚那么露骨的话 全被他听到了 顿时觉得更加面红耳赤 我站在车外 把基安也拉了下来 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将近零点了 我跟他隔了一段距离站着 振振风起 缓解了我的燥热 高处不时有灿黄的落叶飘下来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看着基安戴着笑的眼睛 我说明天可以见到你吗 我和基安手牵手 一起漫步在小区内 鬼知道这大半夜的 为啥子还要在那里散步 这阴风阵阵 我时不时挑一挑他 他似乎很高兴 嘴角没烧都挂着笑 我似乎也很高兴 我俩高兴会是同一个原因吗 应该是吧 嘻嘻 手握久了有些热 手心都出汗了 我想正开散一下热 却没有成功 转过头看见基安 满脸都是委屈的看着我 平时那双射人心破的眼 上条的眼角此时垂了下来 超可爱哑哑味 呜呜 我的奶狗案又出现了 也轻毁 我不自在地别开眼 你干嘛 我才要问你 想干嘛 不想跟我牵手 我咳了两声 非常正经地说 手心都出汗了 就松开散一散热嘛 这语气为啥这么假 我不禁老脸一红 既然将我拉进怀里 低头亲亲我 不行 他一字一顿 格外认真 再热也不行 热到融化也不可以松开 我埋在他怀里没讲话 基于给我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整颗心似乎都被吊起来了 心中微动 忐忑不安 这个词我第一次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 现在我好不容易能够握紧你 一转头就能看见你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说到这儿 我想到他之前发脾气 害我几乎把这一片 去所有酒吧摸个遍 最后还装罪骗我的事 这狗男人 好生气啊 于是我非常有骨气地推开了他 竟然的脸一瞬间 就暗了下来 神情汹汹的有点可怕 我视若无睹 直接质问他 你之前为什么要骗我 他愣了一下 应该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大概是松了一口气 他又要抱我 我侧身躲开了 天啊我简直太有骨气了 结果下一秒 他捧着我的脸 就亲了下来 无论我如何打他 推他就是不肯松口 一直到我几乎没气 他才终于放过我 一松开 我的身子就软了下去 他一把捞住我 你干什么 这还是在外面呢 没办法 你看着太好亲了 我耿住 其实我酒量挺好的 只不过当时看到你来了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干脆装罪 他挠挠脸 表示尴尬 我哼了几声 表示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过我自己也有错 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对劲 于是我在他怀里蹭了蹭 继安咽了心下 见天色已晚 我想回家了 继安 太晚了 我要回去了 哎呀 这些小羞涩呢 他低头看着我的眼睛 今晚别回去了 陪陪我 好不好 这进展这么快的嘛 我想拒绝 但是继安眨巴眨巴 眼睛瞅着我 从脖子往上泛起一股热议 不行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女人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 就答应这种要求 就算是他家也不行 所以我也不知 哪里来的力气 一股作气推开了他 然后趁他还在忙 头也不回地 跑进了单人楼 想得美 那天晚上之后 我和继安正式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刚跟继安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继瑜突然就跟报复了一样 每天奶茶零食不限量 妈呀呀 不会是被某个 才大气粗的大老板抱养了吧 我脑海中顿时浮现 大肚腩叼着烟 带着跟大金链子的矮冬瓜 油腻老板 对继瑜呵呵呵笑的模样 咦 我疯狂摇头 不会不会 我闺蜜这么好看 怎么会干这种事 万一他是被强迫的呢 不行 我要去问个清楚 我马上跑去客厅 质问证坐在沙发上 追剧磕瓜子的继瑜 今天医院的欧妃不太行啊 时间过得很快 我即将毕业 不少文明的上市公司 被地理暗戳戳给我发了邀请 但是我毕业肯定是要进继安公司的 具体原因嘛 嘿嘿你懂的 既然与朋友毕业后 选择自主创业 如今也有了不小的进展 尽管公司规模还不算特别大 但是蒸蒸日上 前途一片光明 我们都在越来越好 这是最好的事 可是吧 这个人一优秀啊 就容易招极度和桃花 我就纳闷了 为啥我就总是招极度 实习被这个针对 被那个针对的 而既然就只招桃花呢 这是什么邪术吗 我不允许他们公司搞办公室恋情 因为我是老板娘 每次要在公司见的面 搞得都跟特工街头一样 但是我似乎乐在其中 天啊 跟一只老狐狸在一起久了 连兴趣都变得如此变态 所以既然在外是没有女票的 因此就显得非常抢手 桃花简直比我脑袋上 稀疏的头发还多 还都散发着香味 既然桃花都是正常的 她能够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我应该相信她 每次我看到有姑娘围在她身边 我总是这么安慰自己 事实上 既然确实不需要我担心这点 她真的把控得近乎完美 直到有天我在茶水间 看见一个美女 可她长得又十分清甜可人 上一秒还在抱怨工作中 没有私生活 下一秒看见既然出现就挺着她的 波澜壮阔 笑脸相迎乐地上去 看得我直扎舌 这便脸数不去 眼边脸可惜了 我喝着茶 然后有兴趣地看着既然要如何应对 结果她居然对着那个美女 温柔中好像还带点宠意地笑了 笑了 还温柔的 还宠意的 我笑你妹啊 没看见你正牌女友在这儿 我顿时感到一个大写的 喂 字降临在我的头上 低头看看自己 虽然还不错吧 但是相比那个美女就显得很微不足道 感觉警报已经拉响了 气不过 怎么办 难道冲上去 骂她一顿然 后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我和她谈恋爱的是吗 显然不可能 但是我可以来点阴的 不是桃花多还很优质吗 你就真吃定了我没有 于是我答应了 最近一直在疯狂追求 我的多金帅哥 好了好了 我说实话 是继鱼 妈妈给继鱼找的相亲对象 继鱼不愿意去 求我代替她 别问我为什么有男朋友还答应 下班 我几个月来 头一回没有等她 而是特意等她下楼来 掐准时间 让她眼睁睁的看着我上了 另一个男生的车 哈哈 这下肯定慌了吧 我开始倒数五四三 果不其然 既然电话打了过来 我从容不迫的街上 面对她急切的询问 我心平气和 甚至有点想笑 没事 今晚和我的一个朋友去吃法餐 就不等你了 抱歉忘记告诉你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我似乎能感觉到电话对面的失落 但是一咬牙 我凶狠的挂了电话 转头继续和我的 相信对象 有说有笑 对不住了 小兄弟 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你知道吧 我这个人要求也不是很高 只要你婚后不外出工作 在家带带孩子就行了 对面这男的正坦坦而谈 我听到这话猛的一腔 婚后带孩子 你当我在相亲吗 我优雅的用纸巾擦擦嘴 先生 你好像误会了什么吧 我们这才吃的第一顿饭 哪里来的婚后生活 我懂 你既然答应了我的邀约 那就是看上了我吗 你放心 你答应陪我今晚 我就把你接到我最近刚买的 那一栋别墅去住 他伸出一只爪子 轻轻扶上我放在桌上的手 一下又一下的开油 我不会亏待你的 平心宝贝 如果我是路人 此刻应该能看到 我的脸十分的僵硬 扯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 表面笑嘻嘻 心里MMP 先生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有男朋友 什么 有男朋友你还出来相亲 对面这男的显然是很意外 可令我更意外的是 他居然直接超乎我的想象 没关系 你有男朋友也无所谓 他有我帅吗 有我有钱吗 更重要的是 他肯定没法像我一样 充分满足你 他的嘴角勾起 一抹色气满满的邪笑 我坐在对面忍不住想咯 我男朋友不知道 比你帅了多少 他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比你优秀不知道多少倍 你拿什么跟他比 拿你的自信吗 但我憋住了 我还在尝试着 不是的先生 我的意思是 这场相亲并非我本意 我和男朋友感情稳定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很抱歉给你带来误解 够不够客观 我都怀疑我是个客服 嘿嘿 甜心 你就别嘴硬了 这能忍吗 我忍不了 要是骂我就算了 可他居然骂我的宝贝奸 那好吧 既然人话你不听 那就别管我来阴的了 是吗 那今晚这顿饭 就你请咯 我心生一记 这油腻难倒是挺爽快的 当然 怎么能让我的小甜心请呢 姨姨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可去你大爷的吧 长这么大 见过不要脸的人 比你脸上的油还多 但是不要脸 还这么自信的 倒是第一回 这下半身动物 真是让我长见舌 在心里骂完 舒坦多了 我可不会当面骂他 毕竟我这么矜持是吧 我长嘴一口气 抬起头来 冲他微微一笑 抱歉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说把我站起身来 拿起包向洗手间方向走去 你真的认为我是去洗手间吗 怎么可能 我是这么老实的人 嘿嘿 敢占我便宜 那你就多付点钱吧 快走到洗身间的时候 我突然拧了一个漂亮的 360度旋杆麻花布 在经过的服务员 震惊又羡慕的眼神中 静止走向了点单台 很快的记录了 下来只花了0.3秒 不错 我赞扬 嗯 再来评你们这最贵的酒 记住 一定要最贵的 我补充说明 柜台小姐姐十分高兴 有大单子 谁不高兴呢 好的小姐 那么所有账单一共是 这边可以赠送您一套 价值1998的小提琴服务 您看您是现在就上吗 我稍稍撇了眼泪过腕的账单 腆腆一笑 现在就上 而且 这价值1998的服务我们原价支付 还有 今晚在座的所有账单 都有与我同行的 那位先生之父 他今天开心 希望大家能够放开吃喝 随意点 话音一落 我仿佛看见柜台小姐姐的 两眼放光 详情请参考孙搭被柳空 刚变成火眼金睛时的模样 好啦 差不多了 我满意地点点头 拍拍手准备开溜 不过出于良心 我最后还是拜托柜台小姐姐 帮我跟那位即将面对 天价账单的 扔大头 告了个别 嗯 不错 我真是人之一尽 在心里为自己竖起大拇指 在地铁上时 我想到刚才的那个油腻男 脸上色稀稀的表情 胃里一阵犯恶心 不过目的已经达到了 也不知道基安怎么想的 居然连一个电话也不打给我 我 哎 没爱了呗 感情大了呗 音音 哦对了 现在我已经和基安住一起了 别问 要问就是几个月前 基于这句东西 和他男朋友私奔 抛下了我 然后基安就强行把我接到他那住了 虽然我知道他是善意的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但是 我和他虽然同一无言下 也还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 想着想着 就到了家门口 抛出钥匙打开家门 看清屋里的人后 我流鼻血了 啊呸 是愣住了 昏黄的灯光下 基安只下身 围了几条毛巾 奶白色的肌肤加分明的八块腹肌 家正在喝水的滚动的头节 家刚洗完澡身上 还有滚动的水珠 等于他在诱惑我 你回来了呀 这个时候连他低沉的声音 都显得是那么性感 这能忍 再忍我就往为LSP 哈哈是啊 可我嗓子怎么哑了 我咽了口唾沫 回身关上家门 不行不行 我得冷静下来 要先洗个澡 洗澡洗澡 于是我迅速溜回房间 拿起睡衣 直奔洗衣间 基安看见我一溜烟的动作 进卫生间后迅速传来水声 他终于忍不住 在脑子里缓缓打出一排问号 他为什么不扑上来 他不扑上来 我怎么像继续说的那样 顺水推舟 家生里煮成熟饭啊 他拿起手机 点开微信 找到他妹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什么也没说 就进洗衣间了 你不是说只要我诱他一下 他就会扑上来的吗 等了几分钟 那边始终没回消息 基安关上手机 满脸黑线的走进房间 坐在床上 拧着嘴唇一言不发 此刻的我刚洗完 正擦着身子 拿起睡衣 准备穿拾 发现不对 啊这这这 不是基安当忙拿一下 打咪打咪 基安上上个月 送我的另一套 死亡八笔粉的睡衣 也在衣柜里啊 但我也不能裹着出去啊 好吧 我咬咬牙 将那套修死人的碎步穿上 捏手捏脚的出了洗浴间 基安现在应该还在客厅吧 他平时这个点不是 还要处理工作吗 那就趁他不注意 去房间拿睡衣 冲 我直接一个 零波微不闪进卧室 只留下一串无情的残影 进房间后 我迅速锁上房门 以房间安进来 呼 我长叹一口气 走到衣柜边 翻找着睡衣 虽然我确实很想把基安睡了 但是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 我要靠个人魅力 将他拿下 怎能靠着身外之物的加持呢 超有立场的 好不好 终于找到了 我拿着睡衣 转过身 准备换 一转头看见床上 坐着个基安 他眼睛瞪大 耳朵红得低血 直勾勾的 盯着一步避体的我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卧槽我直呼好家伙 这种射死 怎么总是降临在我身上 你今天怎么不在客厅工作呀 有毒吧 我扭过身就向门口逃去 该死 早知道不锁门了 这个时候门死活打不开 破门改天 就换了你 我还在挣扎 一只宽大的手伸出来 拦住了我的腰 将我往后一拉 就落入了一个热乎乎的怀抱 此处省略五百字 姐妹们脑补 林英 我的公主殿下 其实当你那晚问我 明天可以见到你妈时 我就已经想好了 我的每个明天 都希望你会在我身边 生死气阔 与紫诚说 这就是我与你故事的结尾 叫她公主非我本意 但是她很喜欢 明早等她看见 一定会叫着笑着 扑进我怀里 没办法 谁叫我如此爱她 全冷碗 撒花